来我们一起 随着科技发展跟金融商品的变化 东南亚市场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契机 2019年11月9号 来自瑞士的数位金融交易平台阿格斯 就选择在越南河内的大宇饭店 结合台商跟中国大陆的人力资源 发表企业签署MOU的起跑仪式 阿格斯全球总裁许献忠说 越南是全亚洲国民平均年龄最年轻的国家 首都河内经济发展迅速 充满无限的商机跟活力 阿格斯才会将区块链4.0的全球发表会选在这里 就是希望带动全球的金融市场大跃进 越南是最活跃的一个亚洲城市 那么在它9600万的人口里面 在它的25岁到未满54岁的人口里面 竟然有44个百分点 那么再加上平均年龄接触手机游戏 也或者区块链它的年纪是全世界最轻的 来到15岁 所以因此我们选择这么重要的一个发布会 特别选在最有活力的城市 这是我们的这样子的考量 阿格斯在越南河内的这场发布会中 除了一开始有传统的武龙武师演出 带动现场欢欣鼓舞的气氛之外 也正式公布了在区块链4.0平台上的突破发展 签署三方的MOU合作方案 阿格斯全球合伙人 继大中华区营运长林上宏表示 亚洲地区在包括医疗 农业 贸易 金融 保险 教育 娱乐等产业 或者是虚拟货币的市场上 都需要应用区块链提升效益 阿格斯也会结合越南在地企业的力量 全力带动整体的区块链发展 成为应用升级的跨国火车头 首先越南是一个在全球里面 我们大家都非常关注人口红利 以及竞争力 经济上最有潜力的发展的国家 所以说在河内举办这么重要的一个 区块链供链技术跟金融结合的发表会 我们觉得除了河内 没有第二个最好的地方 然后其次我们跟越南的这个红运集团 特别针对在盲街 整个度假村到赌场的建设 我们也会有这个 整个集团上面的合作 阿格斯交易平台团队还计划 明年2020年建构大型游戏 去中心化 博弈慈善平台 到了2012年 应用系统将突破2000个 成为全世界七块链产业的龙头 让中华民族的智慧 在全球发光发热 傲视群伦 记者陈文旭 杨大雄 越南河内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